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其实可以更加漂亮的 拍照的技巧和设计很重要 让我教你几招先 教你几招之外 就要拿一部拍照漂亮的iPhone 12 Pro Max 加上CMHK 5G的网络 就可以很快上传你的漂亮照片 上Facebook和IG 那你还不快点教我? 拍照第一件事最重要是扣图 如果每次都是随便拍照 拍出来的照片永远都不满意 拍照构图有很多种方法 最简单就是把画面分割成三分 把最主要的元素放在相片的三分一 或者三分二比例那里 不知道怎么分的话 记得开启相机的隔线功能 就可以帮你构图轻松很多 另一样是善用超广角镜拍摄功能 超广角镜可以拍到更广阔的视野 令画面下来更加宏伟 iPhone 12 Pro Max 超广角镜更加可以用到夜间模式 拍出来的相片 灯光就会更加灿烂 想拍得又漂亮又滑滑 就可以用超广角镜去示範 好像我刚才所说 拍到夜间模式 可以令燈光更加吹灿 不过用夜间模式 其实就会拉长曝光时间 最好就练成石膏手 不要手掌 哈哈 说笑而已 一般来说 要定住一秒拍摄 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iPhone 12 Pro Max 主镜有很厉害的防震功能 不过如果想再长一点时间的曝光 其实最好靠滚固的地方去拍摄 好像开机的时候 手放着栏杆 就不怕手震拍到松毓梦 想再稳定一点 其实可以用小配件帮手 就像这个手机弄 加了一支脚架 就可以帮你 这部机器很稳定地放在这里拍摄 当年用脚架 当然要放在一个很稳定的地方拍摄 不过也是这么漂亮的灯色 只是拍摄的当然不够 拍漂亮的人都很重要 这个时候就要用人像夜间模式 它可以拍到像大机大光圈 突出主角的相片 又可以把五光十色的效果拍摄 是不是漂亮 是啊 真的挺正的 我说了 是的 没了你 有美景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个要他跟你说 就当然是用5G网路 因为5G网路有高速上载下载 和低时限的卖点 平时拍了那么多相片 那么多片 不是不上Facebook和IG 给大家欣赏的 无论是相片和片 拍完后 5G网路都可以给你极速的体验 我现在用的是CMHK 5G网路 看一下 拍了多少张相片 拍上IG 也挺快的 iPhone 12 Pro Max 拍照这么漂亮 我手机又用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换新机 顺便转用5G网路 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出机 顺便送个圣诞礼物给我 那你不用想圣诞礼物 想送什么给我想到头都痛了